Hello 大家好 分享科技 分享生活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大惊喜 我发现了一个国外的大神 对TikTok抖音国际版进行了破解和修改 去除了国家限制 也就是说你可以自由地切换抖音的国家和地区 看遍世界各地的小姐姐的才艺表演了 而且它安装和使用方法也非常简单 你的手机无需把卡 无需虚拟机 直接安装就能正常使用 可谓是时尚最简单的方法 OK 到我的手机上面去看一下吧 如何安装和使用 Let's go OK 欢迎来到我的手机 这个方法的话适用于所有的安卓手机 包括小米 小米手机 OPPO Vivo 包括华为的手机 只要是安卓的系统都适用于这个方法 你可以看到我的桌面上面 我已经安装了抖音的 这个是抖音的国内版 这个是抖音的国际版 然后这个的话应用的话 是抖音的国际版的切换国家的插件 所以说我都已经安装好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抖音的一个国内版 对吧 然后是这个是抖音的一个国际版 他们都可以并存的 在一个手机里面可以并存 并且你不需要拔掉你的SIM卡 无需拔卡 无需虚拟机 直接可以安装在你的原生的 那个安卓系统里面 可以直接去打开使用 非常方便 OK 那我这边打开这边的 这个是抖音的那个国际版 我这边现在的国家是美国的那个国家 是抖音的一个国际版的 是美国的这样一个国家 你可以去刷那个抖音的那个国际版 OK 那接下来怎么切换国家呢 也是非常简单 只要通过这个插件 打开这个插件 然后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region 我们可以点击这边的一个region 然后我们可以切换国家 比如我现在是美国 我可以切换到日本 Japan 而且日本的话是不需要登录的 就可以直接能看那个抖音的 像美国的话 你必须要去登录了以后 你才能去看那个抖音 OK 我这边的话是Japan 选择日本 点击OK 这样的话就切换到日本 然后呢 我们需要把那个抖音从后台刷掉 从后台刷掉 然后呢 我们再回到这里 再回到这个插件 刷掉以后 把这个后台 把它抖音刷掉了以后 然后我们再打开这个插件 然后再点击这边的红色的按钮 打开抖音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它就会自动帮你切换到日本 我们再往下画一个 看一下 我们再往下看一下 好 你看到现在就切换到日本 你可以看到 接下来的话就是日本了 看到吗 现在的话都是抖音日本的那个 抖音日本的那个区域了 你看现在都是日本的 OK 所以说通过这个插件 就可以去切换其他国家 我们再 那怎么样去安装呢 安装和使用呢 安装呢 OK 现在我把这两个抖音的国际版 和抖音的那个插件 我把它卸载 先把它卸载一下 然后一步一步的来演示 如何去安装这个抖音的破解版 和这个国家切换的一个插件 OK 我这边也把它卸载掉 然后这两个应用的话呢 可以通过这边的这个大神的官方的 那个电报 那个电报群去下载到 你看到 它这个网址的话 在这里 我会把这个大神的那个电报发布的 这个网址 放在这个视频的下方 你可以点击这个下方的链接 直接从这个大神的官方的那个 电报群里面去下载 比如我们这边打开它以后呢 但前提是你要安装了电报 Telegram 你安装了电报才行 比如我这边点击这边的 这个TikTok Plugin 就是这个插件 它会自动打开你的电报 打开了电报以后的话 这边 就可以看到有两个文件 一个是TikTok Modified 这个是Modified 是修改版和破解 破解修改版和这个TikTok Plugin 的一个插件 这个时候你可以去直接点击 直接点击这个 啊 啊 APK 就可以直接安装了 我们可以这边直接点击它 就可以直接安装 它这边显示已经安装准备了 就它会自动币 帮你下载这个APK 然后这边继续安装 就可以了 包括这个TikTok Plugin 这个插件 直接点击它 就可以直接从这个大神的官方的电报群里面去下载了以后 可以直接这边点击这边的继续安装 就可以安装了 OK 这是第一种安装方法 所以说有点麻烦 就是你必须要安装那个电报 也就安装这个Telegram 安装了电报以后 才能从这个 呃 这个大神的官方的电报群里面去下载 这个比较麻烦 也就是你必须安装这个电报才行 OK 这是第一种方法 然后第二种方法的话 我就我在这边给大家演示的是第二种方法 直接从云盘上面下载 因为我已经把这两个文件下上传到云盘 谷歌云盘 在这边 TikTok Modified 这个云盘 直接从这个云盘下载 所以说非常简单 先我们先下载这个 Modified TikTok这个版本 OK 我们这边点击下载 用这个Chrome 直接用这个网 从这个网址上面直接下载 我会把这两个网址放在这个视频的下方 你可以直接通知空过过 这两个网址直接来进行下载 OK 然后我这边点击 软软下载 下载这个 先我们先下载这个TikTok破解版 下载完成 进行安装 这边点击是否要下载 我们点击确定 进行一个下载 OK 下载完成 我们这边点击打开 进行一个安装 直接从那个Chrome下载完了以后 直接安装 我们这边点击继续安装 只可以直接安装到那个手机里 OK 安装完成 我们点击这边的一个完成 然后我们回到桌面 可以看到这个TikTok抖音国际版 就已经安装好了 它这边你安装好了以后 其实可以可以马上就能打开使用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点击它 打开进行使用 它默认的那个国家的话 就是美国 它默认就是美国 进去就是美国 这个时候的话 它需要你去登录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可以用 用你的谷歌账号登录 这边直接 自动跳出谷歌账号 你可以用谷歌账号登录 当然你也可以用你的手机号 进行一个登录 我这边用我的手机号 进行一个演示登录 我们这边点击那个 Use Phone E-mail 点击这边 点击进去以后 然后我们这边 选择我的手机号 输入你的那个手机号 OK 输入完手机号码以后 我们点击这边的发送验证码 我们接收验证码 好 然后它让你拼图 进行一个 防止你是机器人 我们进行一个拼图 OK 拼图完成 然后我们收验证码 OK 我们输入完验证码 然后进行登录 OK 现在已经登录了 然后我们这边点击 跳过 然后是 开始观看 Start Watching 同步你的通讯录 我们这边先点击 不允许 OK 然后接着 接着你就看到 现在我打开的 就是抖音的 那个美国版 自动的 就是抖音美国版 它自动帮你打开的 就是抖音的 那个美国版 OK 然后我们回到桌面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可以去 这个时候 其实你就可以去 默认观看抖音的 那个美国的 那个TikTok了 那这个时候 你要怎么样去切换国家呢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去下载 第二个插件 我在我会 我也会把这个网址 放在这个视频的下方 这个抖音的 那个Plugin TikTok Plugin 这个2.2.0 然后我们点击 这边的下载 去下载这个 切换国家的 这个插件 OK 然后我们这边 点击人人下载 去下载这个插件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在 不同的国家之间 进行切换了 用这个插件 我们点击这边 我们点击这边的确认 进行下载 OK 下载完 OK 下载完毕 然后我们点击 这边的打开 然后呢 我们进行一个安装 OK 我们点击这边的 继续安装 好 我们点击这边的 安装 好 安装完成 我们点击这边的完成 然后回到桌面 这个时候 你看到抖音的 那个TikTok插件 就在桌面上了 那我们打开这个 TikTok的一个插件 打开以后 我们这个时候 就可以切换国家了 然后这边的话 有一个选项 这边叫强制国家切换 也就是说 你打开这个on了以后 把这个切换成on的话 就是强制的切换 那个国家 也就是所有的视频 刷出来的 都是那个国家的 如果说你把它关闭的话 它会可能会刷出 各个国家的那个视频 所以说 你要强制切换国家的话 你要把这边off 把它打开 也就是强制切换到 那个国家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可以从这边 点击美国 现在默认就是美国 你可以切换到 就可以切换到日本了 就可以切换到解判 好 我们这边点击日本 点击OK 点击了OK以后 然后我们回到后台 把这个进程刷掉 我们把这个进程 把它刷掉 把这个刚才的那个 TikTok的英国国际版图 后台进行一个刷掉 刷掉了以后 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插件 然后再点击这个 红色的小按钮 点击它 然后我们这边 点击允许 这样的话 它就自动帮你切换到日本 我们再刷下一个 你看 下一个视频 就已经变成了日本了 这边就是显示的是日本了 就显示的是日本了 OK 这边的话就是 显示的就是日本了 非常棒 就可以看国家 各个国家的小姐姐的才艺表演了 非常非常好用 也非常非常简单 OK 这次总算是解决了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了 所以说 你就可以去切换 各个不同的国家的 可以看各个不同国家的 小姐姐的才艺表演了 OK 喜欢我的分享 不要忘了点赞 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